今天上午在淡水区图书馆演艺厅 淡水农会是举办了一场农民节的表扬大会 农会就表示这次总共是表扬了81位集邮农民 希望透过这次的表扬 建立农民提升农业技术 也增加农产品的产量 为了欢庆农民节 今天上午在淡水区图书馆演艺厅 由淡水农会举办了一场农民节表扬大会 现场不只是由家政班的成员所带来的精彩表演 还表扬了81位淡水区的集邮农民 农会表示淡水区对于整个北部地区来说 农民除了发展特色农产品之外 去年也有许多的青年农民表现也相当亮眼 那今天接受保扬的农民大概有81位 有在107年里面 他们对农业上有很多的卓著的贡献 那我们祈祈说我们的一个农业 希望说我们108年里面 我们农民能更努力来发挥他自己一个专长 让我们农业上有一个新的一个贡献 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农会一直在辅导我们的那个青龙 这个7块能让我们的青年农民加入我们的一个农业 在农民节表演的现场除了有精彩的表演之外 还有各单位以及贵宾所提供的奖品让农民来摸菜 活动相当热闹 农会表示在未来的一年当中 会鼓励青年农民的加入 带来多样化的农产品 每一年的农民节呢宇恩都来到这边看我们大家 那我相信这个得奖呢 就是一个肯定 这个也是一个鼓励的方式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这个务农 那我想我们的这个农产品的这个产量跟价值 一直都是我们新北市这个农业局 一而再再而三 需要来帮助农民的部分 农会表示对于未来的农业政策 希望农民可以更加努力发挥专长 在农业上面有更好的贡献 而农会也希望藉由这一次的表扬 能够激励农民提升农业技术 增加农产品的产量 提高农民所得 记者许多安一的学生摩布导